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外交部知名战狼发言人近日在国际上闹出一场笑话 综合报导 赵立坚24号在推特发布一批战火下的孩童照片 批评美军在阿富汗的作为 事后照片摄影师出面反驳 赵立坚散布假消息 而且并未事先争得作者同意就刊登照片 图显出赵立坚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十分薄弱 叙利亚记者苏莱曼就是该照片的摄影师 28号他发文澄清 表示赵立坚刊登的是 获得202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摄影展奖项的照片 是在叙利亚拍摄 图片中的拜瓦是由俄罗斯军队造成 不是美军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苏莱曼用镜头记录在战火中长大的叙利亚孩童 如何靠整理当地的废弃金属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 努力地活着 有些他拍过的孩子已经在战火中丧生 但叙利亚人的苦难与血泪却成为了赵立坚 想用来攻击美国的武器 苏莱曼受访表示 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如何扭曲盗用 非常的火大 苏莱曼表示他第一时间的反应真的很愤怒 赵立坚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使用这些照片 而且这些官员还试图要改变事实 虽然赵立坚28号一早就已经删掉这条贴文 但是赵立坚并没有联系作者 也没有道歉 苏莱曼27号发现作品被用来散布假资讯 他还在自己的推特上标注赵立坚 点名告诉赵立坚 事情真相是 这些大大小小的蛋壳是得到俄罗斯支援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针对叙利亚平民和儿童所发动的恐怖攻击所留下的 阿萨德仍然继续地在轰炸反对派这一个地带 而中国政府对阿萨德认权的支持 是参与叙利亚人民正在经历的大屠杀的筷子手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赵立坚这一篇盗用且散布假讯息的贴文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也一字不漏的照抄发送 虽然华春莹后来也已经删除贴文 但苏莱曼已经截图 另外苹果日报指出赵立坚在推特发布假消息早就不是第一次 2020年3月份赵立坚发布官媒人民日报剪辑的影片 表示意大利民众在阳台唱着中共的义勇军进行曲来感谢中国 不过意大利媒体在3月15号的报道中就驳斥 中共官员在意大利人背后散布假新闻 2020年11月赵立坚也发布了假照片 宣称是澳洲军队持刀架在阿富汗儿童的脖子上 但是遭揭露是未造的合成图片 澳洲总理莫里森当时批评此举令人反感 中国应该要为一次感到羞愧 要求北京当局道歉 但是遭到了当时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华春莹拒绝 中国又有一地发现Omicron本土病例 综合报道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自1月26号出现当地省立的 新冠病毒变异株Omicron确诊病例以来 已经有大约40人确诊 当地政府29号起将出现确诊病例的两个社区人员 统一地送往集中隔离点 派出了数百辆的巴士 再走将近万人 根据初步疫调 杭州市本轮疫情 是由位在长江社区的惠尔特中国餐饮设备有限公司所引起 该企业一共有297名员工 首名确诊者曾经参加该公司的年会 目前发现病例多为这家企业的员工 该企业隔壁的长江西院社区曾经举行婚宴 当中也有发现病例 婚宴上已经发现多名阳性感染者 杭州市当局先将长江社区和长江西院列为封控区 之后决定将所有的人员统一转送至集中隔离点 根据杭州市府发布 封控区内一共有95栋大楼 一共2662户 9322人 截至28号下午3点 一共派出了巴士336车次转运9218人 而公车在人隔离的壮观画面 也迅速地在中国网络敞开 不少网友表示 全国一盘棋 西安的悲剧会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上演 北京冬号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中国官媒却突然地发文 表示美国有意要破坏这场体育盛会 中共冠军部主导的中国日报昨天刊文 指出美国的反华势力 试图要利用运动员在赛会期间制造试端 蓄意地干扰比赛 并且将体育政治化 内文甚至表示 华府会配合的运动员们提供高额的奖励 并且将调动全球资源保护他们的个人声誉 不过路透社报道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绝无此事 并称中国这样的操作是故意要误导众人 来转移对该国恶劣人权记录的注意力 表示到美国不会介入全球奥运盛会 而美国运动员也有权依照奥运的精神和宪章 来表达自我和意见 而事后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做后续的回应 也没有提供其声称的实质证据 而在中国官媒似乎散布虚假资讯之时 却传出了中国民众不准转发冬奥影片的消息 两起事件形成强烈的官民对比 中央社报道 微博管理员在28号公告表示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北京冬奥 在中国大陆地区含澳门的独家全媒体权利 以及分授权权利 如果未经权利人授权 在微博平台上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 使用权利人所播出的奥运会赛事影片 就会侵犯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微博平台将会对有关内容进行删除封锁等等 严重违规者会遭到禁言等处罚 不少网民对于微博的措施感到惊讶 表示自家的赛事居然还不让发文 乌克兰边境持续告急 近日数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储备 已经扩大到血浆和医疗素材 以利未来治愈伤兵 这是俄罗斯备战的关键指标 美国现任与前任官员都表示 判定莫斯科是否准备开战 血浆是一项具体的关键指标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 集结超过10万兵力 美国持续警告 俄罗斯恐怕准备入侵乌克兰 如今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俄罗斯已经在前线出备血浆 增加了情势升高的具体证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在28号对乌克兰情势示警 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丁 现在已经具备军事能力对乌克兰用兵 普丁有多个选项 包括攻占城市与大片领土 但也可能采取胁迫行动和挑衅的政治行动 例如承认乌克兰境内自行宣布独立的 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两省 和奥斯丁一同出席记者会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立 则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的兵力配置 除了陆海空三军之外 已经扩大到了网络战和后勤能力等方面 不过对比美国的警戒 法国总统府官员透露 在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丁周五的谈话中 普丁表示他希望继续与西方世界对话 他不想让乌克兰附近的情势持续升高 克林姆林公方面指出 普丁告诉马克龙 美国以及北约在乌俄边境的对峙中 并没有恢复俄罗斯的安全诉求 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继续谈判 世界卫生组织24号到29号举行执委会 中央社综合报道 前几日欧盟巴拉圭 瓜地马拉 马绍尔群岛 海地 贝里斯 诺鲁 史瓦蒂尼与洪多拉斯等国 在会中呼吁世卫 应该让台湾参与对防疫做出贡献 而今天美国 英国 日本等等理念相近的国家 以直接或间接的发言表示对台湾参与示威的支持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负责全球事务助理部长 佩斯表示 美国感谢台湾在防疫与抗疫所展现的典范 以及对世界各国的支持 呼吁全球合力因应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应完全地接纳所有伙伴包括台湾 英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分部代表团 卫生组组长安德鲁斯则指出 世卫应该具有包容性 面对全球公卫紧急事件的冲击 必须要广纳各方的声音 学习经验 透过分享处理公卫紧急事件 日本后生劳动省国际事务顾问 中古比旅数发言时强调 除了国际卫生议题 如传染性疾病防治 最为重要的是 不应该排除特定的地理区域 导致无法以世界卫生大会 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 面对多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的发言 中国方面则要求行使答辩权 指相关个别国家 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挑战一中原则 表达抗议和坚决的反对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新闻台